楊秀慧帶侯昌宇束手無策 我要吐 妳要吐 她要吐 等一下 妳要吐 帶妳去吐 好 我不能走嗎 我不能走 我不能走 那 那我扶著妳 我要扶 不行 我扶 我扶 下週一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這樣做 我們等一下這一位呢 她也很厲害 唉唷 她長得很漂亮 跟我們在座的都一樣 李芮云長得這麼可愛 她是幹嘛的 水上的啊 或者是 路上的都可以 對不對 給路兩用 今天晚上十一點 超市大小姐計畫論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我們來看看小楊 小楊今年已經33歲了 那你是交大畢業的 也算是學歷不錯 工作七年 現在是行動門市業務 可以看一下你薪水多少錢嗎 等等 會讓大家跌破眼鏡嗎 怎麼了 蛤 哦 這是底薪八年 其實是底薪啦對不對 可以抽啊 做業務沒有底薪啊 做多領得多 做少領得少 那你就是業務差 對啊 為什麼 你可以講一下這個過程嗎 其實我從大學畢業啊 之後的第一份工作 我可以說是自我入伍服役 那後來因為我看到親戚很多 在當職業軍人 所以呢 我就簽了志願役 當了快四年 那志願役的薪水 當然是很不錯啦 大概四萬多 快五萬 可是呢 在軍中時間長 尤其我有一個月 排假十一天 只休了一天半 還是拆開的喔 嗯 那後來退伍之後 有一家保全公司 你有提前退伍嗎 喔沒有 我服完一期才退伍 要不然要賠很多錢 嗯 四年 對不對 退下來的時候 等一下 退下來的時候幾歲 退下來的時候是 民國96年5月 那時候大概 27、28歲左右 還年輕啊 然後後來呢 去保全公司 對保全公司的長官 就是那些軍中長官成立的嘛 那他看到我退伍的資料 覺得我還不錯 那時候剛好有缺人 就找我過去 那我做了幾個月 後來我發現 這樣的生活是每天 雖然說還不錯啦 可是一成不變 薪水大概 三萬六 嗯 月休八天 哇 欸 賠敗啊 那時間還滿滿 只是保全 那保全又有什麼狀況 讓你覺得 沒有辦法接受 他就是 很乏味 就是每天面對 一樣的大樓 一樣的人 然後做一樣的事情 比較沒有技術性啦 是不是 所以你現在領這個 這樣子的薪水 其實你滿意 其實做得滿開心的 就是說 可以自己當自己的老闆 自己控制自己的工作時間 其實就是還好 所以其實你們都得到 你們要的了嗎 有 對不對 自由自在休假 不要太累 不要太累 不用太多錢 不用太多錢 拿不到太多錢 那你住在家裡 跟爸爸媽媽住 還自己住 對 住在家裡 然後本身也沒有 學貸房貸的壓力 還好 所以沒有驅使你往前的動力 結婚了嗎 沒有 很難吧 兩萬塊 有女朋友嗎 沒有 沒有 我覺得 大家不用為他擔心太多 我覺得他自己狀況 他覺得這樣OK 我覺得其實真的還好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 你們的 我們看一下你們的這個薪水好不好 這個藝人呢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狀況 好 你是這個26歲 三年的服務業 現在薪水是 兩萬吧 好 那Jessica 你呢 補教業 對 所以你兩萬五 那最後一位貴婦 你應該 五十幾萬吧 五十幾萬吧 實踐大學一年 行政助理 兩萬三 好 這是大概現在的薪資 是這個情況 我們來問一下這個 美玲姐 你覺得 現在這個清貧組 你覺得說 到底是他們的態度有問題 還是現在的社會有問題 還是 幾乎都是大學以上的 對 這個學歷 學歷都是OK的 那我覺得這個迷思 就是他們這一代比較可憐 因為他們的 畢業的這個年代 剛好是08年以後的 這個金融海嘯 之後的 OK 這 全世界的那個 經濟的那個觀察 就是這個動盪 大概要十年 所以我就說 這一代的這些年輕人 你真的不能夠再安平樂道 因為你真的要有危機意識 為什麼 這十年一過 好 下一個經濟起飛的時候 是新的人的機會 對 你們已經過了 啊 所以 機會不是這一群人的 你有沒有想過 時代交替 這十年的時過 他們這樣子 這樣子 輪輪輪過去了 新的時代來的時候 新的技術要出來了 對不對 iPhone搞不好都到15了 是不是 所以 比如說 年輕人會 變這麼慘 新的新新人類 他們接觸到的 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很可怕 所以 真的不能再安平樂道了 真的要努力積極 是 月娥姐 有什麼建議可以給他們嗎 我覺得他們至少還願意工作 我還有個朋友 真的更慘 他不敢退休 因為他兒子已經 大學畢業很久 一直要考律師 考不上 去工作 看不上眼 要考試 又 也不出門 就這樣宅在家裡 也是08年到現在 都還沒有出門工作 這樣講我要 對這群人敬禮一下 是 綿姐 不是啦 他們還願意出門 是不是 其實 這樣比當然是這樣講 有的是完全不出門 可是各位 你真的不要覺得 你很可憐 薪水很少 其實綿姐 我們當時 一開始沒有人 一開始就很高的 那我要再講一個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不是講了 我去班尼頓那個店工作嗎 那不是一個大失敗嗎 結果進了那個之後呢 我就想說 好 那我要東山再接 我再找一個工作 然後我再試一次 我這次一定會成功 很怕你 沒有 你以為我想 結果我第二次我試了什麼 就在紐約 紐約是在 50街左右 有一個洛克菲勒中心 在那個洛克菲勒中心的 地下室 有我們當年 想當年 就很久很久以前 就我們台灣的新聞集 文件會他們租了一個很大的地方 然後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劇場 跟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畫廊 它叫紐約文化藝術中心 那個劇場可以有那種 三四百人大位子 然後那畫廊也是 哇 擺滿了那種台灣 的一些知名的藝術家的畫作 那我常常去那個地方看 因為我都去那邊 第五大道沙坪 沙坪玩家 去洛克菲勒中心逛 就逛在那邊 我想說 哇 如果有一天 我的畫可以放在這裡多好 因為我想當藝術家 如果有一天 我可以站在那個舞台上 高歌一曲 或主持什麼多爆 我就在那邊幻想 我說 哇 如果這個是我愛的話 那就在這裡找工作好了 我當時就這樣 想說衣服店不行 我就到這裡來試 那我就到那個紐約中去填履歷 我又填了一次履歷 我從來沒有過 因為我不敢寫前一個經驗 他們說好 那沒有問題 沒有經驗沒關係 我們如果有空缺 我們會跟你聯絡 結果真的還一個月 還真的又打來 叫我再去面試 面試之後他們說 哇 學歷很好 還哥倫比亞大學碩士 哇 又這麼年輕 好吧 那你來試試看好了 我說真的啊 我可以來這邊工作太好了 結果禮拜一我又去報到 報到的時候我就到那個畫廊去 還到那個劇場 結果沒有人 我說你們到底在哪裡 結果呢 他們叫我在 洛克菲勒中心的一樓 他們為我特別蓋了一個 大概這麼大的一個圓形的 一個票亭 售票 我就在那裡面賣票 就坐在那 床子那麼高 一個孔一個麥克風 你相信嗎 我想說天啊 我都快要得密閉恐懼 所以我要瘋了 然後每天早上 我要坐最早的火車 到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 你知道大家金融業 很早上班 我八點就坐那個票亭裡面這樣 Good morning 然後這樣 然後看你也經過 然後我要貼滿了 那個台灣的那種 什麼西遊記啊 很多巨人歌仔戲 歌仔戲的海報 然後我要解說 講解這些 我說搞什麼東西啊 我怎麼會 而且我都覺得我要瘋了 那空氣就不夠我用了 你知道 而且還要來 他要操作那種按票那個東西 我怎麼會按 而且禮拜六 還有演下午場 跟晚上加演場 我常常按錯 每天我按錯的票 打錯的票 比我賣出去的票還要多 沒有 所以有時候回來 你在外國人排隊啊 他就看了一個東話 還要坐在裡面這樣 然後結果我很緊張 然後他一來 哪一場 然後哪一天 我都一直按錯 你不是很喜歡打收音機嗎 我就不行啊 對 終於按我按到 可是我要瘋了 然後每次常處理這個人 處理不出來 一個人他可能買一張票 我可能要處理10分鐘 20分鐘 後面排一堆人 你知道他們在午餐時間 就來跟我買票 就已經排不完了 那一個多月以後 我就覺得完蛋了 我業績又這麼差 我做得很不好 果然就被 牛恩中信的主任叫過去了 他叫我說死定 他一定要fire我了 結果他叫我去死 你知道他跟我說什麼 他叫死定 他叫死定